保一个吴思怀 我们下架多少的优秀的立法委员 2020大选国民党败北 当内改革声浪不断 轻壮派纷纷跳出来 此中常委 更把矛头指向党主席吴敦毅 和部分局立委吴思怀 拖垮国民党选旗 吴思怀说 他是绝不畏战先祥 我们早就躺在地上死尸一句了 整个党败了 真的大决定是他不是我们 你今天愿意为国民党 来去做这一点个人的委屈 牺牲的话 我告诉你 我父亲请罪 你叫我到吴思怀门口 跪我都可以 痛批吴思怀恋战立委职务 更强调只要吴思怀主动请辞 要他下跪都可以 吴思怀辞掉不分区立委 国民党就会变好吗 吴思怀辞去不分区立委 国民党的改革就完成了吗 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也认同这种肯定的答案 我会服从党中央的任何决策 国民党不分区提名那一天 我就已经看到这毁灭性的灾业 党中央做一定部分的改变 但吴思怀没有拿掉 可是我就要问国民党 吴思怀你从此要背他四年 你2022总统市场选举怎么选 你2024总统选举怎么选 蓝英青壮派上演逼宫戏码 要求吴敦毅即刻辞党主席 并且下架吴思怀 当初不分区正义 开第一枪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也被质疑要争夺党魁大会 他在脸书发文保证自己不选党主席 实际上国民党韩改革 双无正义如何解套 成了国民党眼前棘手问题 三岁正宗